西闲有过两段婚姻,第一约是珍珍,1974年3月,西闲追求珍珍成功,并在香港注册结婚。 然而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,两人便以协议分居而结束婚姻。 与珍珍分手后两年,谢闲开始疯狂追求香港小姐迪波拉,两人在1979年结婚,婚后两人关系还算和谐。 迪波拉分别为她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就是今天公众所述之的谢晴峰和谢婷婷。 但谢闲风流成性,常常耐不住寂寞的她,经常在外面年花热草,迪波拉受不住,终于在1995年与谢闲离婚。 但谢闲就是谢闲,并不会因为年龄或身体的缘金,而终止她的欢爱。 现如今,谢闲与小子几次19岁的女友口口交往,而且这对不被外人看好的忘年恋,竟然是那么的真纯和绵长。 两人竟然保持了11年的同居关系,而且至今没有夜店分手的消息。 可见,80岁的老谢闲,还是有着孕女之术,宝刀不唠的。 66岁香港男星学少强,早年一变试剧《千蚕店》走红港台,并在1995年,娶了小三十多岁的内地女子为妻。 婚后遇有一子一女,生活看似幸福,不过她近日曝出一次的内地开心时,被制妻子搭上年仅23岁的内地帮红罗云旗。 对于处回传闻,薛少强坦言对方很主动,但自己不为所动,薛少强情史丰富,过去曾与女性女学的妹妹雪梨交往, 薛少强还为她生下一子一女,身为获得敏感钱,恋情就申告破裂。 后来薛少强又娶了小三十岁内地女子为妻,但近日就被曝出女在内地拍戏的合作女星罗云旗。 两人还在剧组庆生会上互动亲密,薛少强直接环抱罗云旗交去切蛋糕,究竟与罗云旗关系为何? 薛少强向党媒坦言罗云旗相当主动,但自己没受诱惑,更因为不想被外界误会。 所以收对方未干妹妹,她更强调与妻子感情很好,妻子也住在北京,有时候妻子还会带小孩来看班。 谢谢曾,接受某节目榜本,她也每次恋爱都想结婚,但女友偷偷却例外,不想跟小女孩结婚生子。 至于原因吗?她轻描淡写道,我不想害人,她太年轻了,虽然两位都是老单一壮,风流成性,但是从谢贤的采访来看,可见,八十岁的老谢贤做人做事还是有底线,都尊重的。 谢贤人虽老仪,但德还在,不像有些爱吃嫩草的老牛,从心灵到身体都要全部保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